万里区野柳观光地区为了游客的生命安全 野柳社区当地的志工定期要进行急救技能的教育训练 而今天志工与万里长青会的长辈们 不只是练习CPR还要学习使用AED电击器 借此维护旅客还有自己的生命安全 万里野柳市观光区每年都有相当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旅客 为了观光区旅客的安全 野柳社区当地的志工定期要来进行急救技能的教育训练 今天志工与万里的长青会长辈们也一起来学习 不只是练习CPR还要学习使用AED电击器 希望在观光区服务时也要维护旅客的生命安全 社会科 在工作人员来做防灾宣传 我们学习很好的相式 很感谢 大家我们这里也在收回 我们压力的这些大 中间这些八成大家也很勇敢来参加 反正很成功 在保全公司讲师带来安妮进行CPR教学 也可以见到现行的CPR 已经不需要人工呼吸的动作 为此不少长辈与志工们也都提出问题 另外长辈们对于AED的电击器也是相当好奇 现场志工们也跟着讲师 实做一次CPR的正确动作 野柳这边的话是属于一个观光圣地 那这边的每年的游客其实非常的多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居民他很难得就是有一个课程在这边上 那以往我们都是在我们万里公所 那距离这边是有一点远 那我们今天会把这个活动办在这边 最主要是因为民众认为说 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公所的病案处所在哪几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讲习搬到这边来 万里区公所也趁这次的急救训练 向民众来介绍万里地区的避难收容场所 也带着民众走一次避难收容步骤 希望这群志工与长辈们都可以同时学习到最新的急救步骤 以及避难收容 借此维护游客的生命安全 也守护家人亲友的安全 记者老平函万里采访报道